大家好,我是傅妍,今天给大家交的作业,看一下我嫁接的生长点已经明显发率 球体比较饱满 这对金刚本来是夹接在叶仙身上的,这个叶仙被淋雨蜡根了 所以我就把这个叶仙剪下来,夹接在肩膀上了 当时很多朋友说不可能成活,这样成活不了 先来看一下效果,它原本比较干净的球体现在已经比较饱满了 而且它生长点明显的往外生长了,这就说明已经价格成活了 不过先人掌它在不断的出这种小侧芽,一定要及时的给它掰掉 因为这个小侧芽它的维属管,它是和先人掌自身一样接的 多余的养分,它会不断的供给侧芽生长 那接碎啊,它这个养分就会比较少了 所以一定要做着这种现象,把它侧芽掰下去 让所有的养分都供给接碎生长就可以了 小侧芽都掰掉 当时就选择仙人掌有些高大了 这样嫁接在一起不太美观 所以我就把这个仙人掌剪下来 然后再重新嵌它 嵌它仙人掌生根了大约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 其实即使半月的时间,它也有足够的养分来供给它 接碎生长 因为它的叶片里有足够的养分 等它晾上几天再重新嵌它起来 这样是不是比较的美观 下面的这一段我在嫁接上几个仙人球 它们一样是可以加接在一起的 好了,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说的有用的,请你点个赞吧